哈囉 您好 我是波尼 歡迎一起來回顧逃走宗第十集 注意 逃走宗系列居然做到第十集了 好 謝謝你的注意 那我們就開始吧 十一名逃亡者聚集在東京藝術劇場前 宣布起跑遊戲 在你們面前有三個獵人箱 以及十一條不同顏色的鎖鏈 其中一條是會打開箱門的失敗之鍊 抽到失敗之鍊將放出獵人和開始遊戲 但是 這次參加遊戲的不只有你們十一位 畫面一切 才發現有另外十一個人也準備起跑 這次將東京池袋分為東西兩邊 兩邊將輪流派一人上去抽鎖鏈 先抽到失敗之鍊的那組將進行第一回合預賽 預賽逃亡成功才能晉級第二輪正賽 而沒抽到失敗之鍊的那組 則直接晉級正賽 因為後抽比較有力 於是兩隊隔空猜拳 東邊紅隊猜贏 西邊第一棒派出之前參加過的冠軍拳王內藤大主 內藤選擇卡其射鎖鏈 西邊第一棒 輪到東邊第一棒 隆重歡迎 逃走中大家長田中卓智 史上參加最多次逃走中的來賓 在第十集華麗的登場 田中選擇黑色鎖鏈 接著西邊跟東邊又有過關的兩人 目前各剩八人 輪到西邊的第四棒 針鍋相知 針鍋選擇黃色鎖鏈 輪到東邊棒球選手 片鋼安幼美 因為片鋼是黃金隊的 所以選擇金色鎖鏈 片鋼放出獵人 第一回合開始 同時西邊的十一人順利晉級正賽 獵人選擇追捕距離獵人鄉最近的片鋼 剩餘人數十人 魚仔 第一回合開始 倒數四十五分鐘 逃亡者十人 獵人三具 獎金一秒上升一百元 第二回合是七十分鐘 兩回合完整逃脫可獲得六十九萬日元 剩餘四十分 田中遇到抱團的後騰和福德 此時獵人發現三人進行追捕 因為逃跑路線只有一條直線 變成單純的比速度 跑在最後面的後騰純平 遭到逮捕 剩餘人數九人 糟糕 快快 剩餘三十六分多 大澤倩打電話給姬野貴禮 這節目好像講電話就特別會被發現 獵人出現在大澤倩身後 追了一陣子之後 大澤倩停下來原地道歉求饒 獵人很暖的輕拍一下逮捕 剩餘人數八人 這個獵人有娃娃臉耶 而且逮捕方式好溫柔喔 可以的話我也想被剩餘三十五分多 逃亡者收到任務 陽光城入口設置兩個獵人箱 在遊戲剩下三十分鐘之前 如果沒有拉下旁邊的手把 將會放出獵人並沿用到第二回合 看完任務決定去執行的人有 南明奈、吉田和福德三人 南明奈甚至說不能光是想著依賴別人 天啊參加第三次的他變得更帥氣了嗎 結果他迷路惹 剩下三十二分 前去執行任務的吉田 在遠處發現獵人 獵人也開始追捕 好險發現的距離很遠 成功甩掉獵人 但任務也僅剩一分鐘 本來我想說應該沒希望了 沒想到這一分鐘吉田邊喘邊跑 在剩下八秒時拉下手把 成功阻止獵人放出 參加者收到簡訊 因為吉田修燕的努力任務成功 但在剩餘二十五分時 又會放出兩具獵人 若要阻止 必須在十線前兩人同時拉下手把 不得跟藤田本來想一起去執行任務 但獵人出現在兩人身後 雖然成功利用紅綠燈甩掉獵人 但也消耗了非常多時間 兩人重新會合跑向任務獵人鄉 可惜最後沒有趕上 遊戲剩餘二十五分 兩具獵人放出 逃亡者八人 獵人五具 剩餘二十三分多 有鏡正前方出現獵人 轉身開始逃跑 剩餘人數七人 剩餘十五分 逃亡者收到任務 區域內出現兩隻巨大貓頭鷹 剩餘五分前 必須將你們身上的小貓頭鷹歸還給他們 否則將強制淘汰 我覺得小孩會被這兩隻貓頭鷹嚇哭 但是走到街上還蠻可愛的啦 剩餘十二分多 田中卓智被獵人發現 在逃跑的過程中 甚至弄掉了小貓頭鷹 最後還是遭到逮捕 剩餘人數六人 接著南明奈成功歸還小貓頭鷹 福德秀介在找穿著貓頭鷹裝的人 結果先遇到穿西裝的人 剩餘人數五人 吉田隨後也找到巨大貓頭鷹完成任務 藤田縣佑身邊有兩具獵人 被發現後馬上開始逃跑 限於人數四人 還沒完成任務的姬野和鋼田 在被淘汰前的兩秒鐘 成功跑到巨大貓頭鷹身邊 驚險的一起完成任務 剩餘兩分多 姬野櫃裡覺得躲在天橋下 應該不會被發現 然後 去鋪櫃裡 鋪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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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剛剛是逮捕了一隻吉娃娃嗎 剩餘人數三人 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最后17秒 南明奈被猎人发现 好险拉开的距离足够逃脱 最终南明奈、吉田秀燕、钢田归佑 三人晋级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开始 倒数70分钟 猎人5聚、逃亡者14人 再开始没多久 监牢收到简讯 给予获得奖金的机会 预测一名将会逃脱成功的人 如果猜中将可获得10万日元 自首则不算数 预测结果长这样 剩于61分半 目下龙行被前后两个猎人同时发现 剩于人数13人 剩于59分多 内藤和勾端各别坚持一个方向 内藤先发现猎人转头逃跑 勾端也跟着一起逃 结果勾端超不幸的迎头撞上另外一具猎人 本集的帅哥担当勾端纯品遭逮捕 剩于人数12人 我看到这几小了 这几小了 有最 剩于57分多 逃亡者收到任务 你们手上的限时警报器将在剩余45分时响起 若想主旨,必须使用其他逃亡者的钥匙卡解除 每个人的钥匙卡只能使用一次 山根和内藤碰巧在附近,马上帮彼此解除 真锅和巴木,南明奈和上元,四人都成功解除 吉田遇到宫崎大福,在互相解除后猎人出现 猎人选择追吉田秀燕 剩余人数11人 猎人摸腰也太可爱了吧 剩余51分多,上元美幽蹲在地上立骑 说拿到69万的话就可以去旅行,孝敬父母 眼见棋子又挺又直,猎人顺势出现 剩余人数10人 钢田和高桥两人都还没解除装置 因为高桥正好在邮局附近,两人便约定在邮局见面 结果前来复约的是一具猎人 剩余人数9人 在高桥被逮捕后,剩下三个人还没完成任务 剩余45分,三人还没会合 警报开始大响 好不容易三人会合 结果其中一人是猎人 这个猎人太可爱 一时错乱不知道追谁 两个人就伴随警报甩掉猎人 跟钢田分开的幽木遇到躲着的千秋 觉得顾不了这么多了 直接跟千秋互相刷卡 而钢田也正式成为被选胜的孩子 场上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他解除警报 因为现实装置响个不停 猎人迅速将他逮捕 剩余人数8人 剩余39分,逃亡者收到任务 给予增加逃亡奖金的机会 剩下30分钟前 一起站上公园的体重计量体重 100公斤1秒100元 200公斤1秒200元 依此类推 每个人限量一次 剩余32分 幽木、公崎、巴木三人在体重计前集合 曾锅在前往的过程中发现不想移动的钱球 好说歹说的把他找去参加任务 5人即将按下测量的按钮时 内藤大柱冲了出来 最后6人测量体重 达标300公斤 奖金上升改为1秒300元 刚完成任务的巴木真城 看简讯看到一半时 发现猎人 剩余人数7人 为什么这么冷静 刚完成任务的幽木真央美 同样也遇到猎人 甚至一次遇到两句 我从哪里也最弱 剩余人数6人 剩余25分 逃亡者收到任务 目前有三辆各载着8具猎人的房车正在接近中 若要阻止猎人放出 必须在限于10分钟前 到西公园的装置输入暗号 暗号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在电影院的荧幕上 第二个在到处移动的卡车侧面 第三个在阳光大楼顶楼 必须到对面的M字大楼顶楼才能看到 这些资讯都有直接告诉逃亡者 真锅找千秋一起去M字大楼 千秋不去 真锅只好独自前往 站在马路旁的南明奈 刚好看到卡车上的密码 输入296后 成功阻止一辆猎人房车 随后南明奈打给真锅 并告诉他自己在装置旁 并且已经阻止卡车密码的猎人房车 如果有得知其他密码再告诉他即可 真锅随后也打给内藤 跟他说刚刚的情报 并说自己会去大楼 内藤可以去电影院 三人完美合作沟通完善 可惜这节目欺负好人 真锅移动的正前方出现猎人 真锅相知被逮捕 剩余人数5人 好险山根顶替了真锅的位置 成功抵达顶楼看到密码 刚好看到未接来电视南明奈 回播之后告诉密码是341 成功阻止第二辆房车 但在剩余十分时 内藤没有赶上看到密码 于是放出8具猎人 总计逃亡者5人 猎人13具 猎人发现刚从大楼出来的山根 山根绝望的被逮捕 剩余人数4人 接着猎人又包夹南明奈 剩余人数3人 太坏了啦都欺负好人 剩余4分多 内藤被猎人发现 利用转角甩掉了猎人 但13具猎人实在太多了 剩余人数2人 剩余最后一分多 猎人发现宫崎大福 宫崎逃跑的过程中 正好遇到千秋 于是脱怪撞队友 千秋遭到逮捕 剩余人数1人 最后 宫崎的前方也出现另外一具猎人 决定用走位对决 逃走中第10集 总计22人 没有人逃脱 看完第10集 来分享心得 这集出现很多次 刚做完任务就被抓的情况 看到最后全部被抓 我反而比较释怀一点 制作单位真的蛮狠的 这次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但也借此看到哪些是奴隶 而且活跃的选手 南明奈和真锅相知 在这集的表现 绝对是值得节目组 一再邀请他们回归 感谢你看到这边 也谢谢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按赞和留言的你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